影片开始先帮我身上穿的 酷奇科基工商一下 去年的科基奇迹没有成功 今年直接让各位有机会 穿在身上加身信仰 而且这次的衣服材质是特别挑过的 带一点惊人排汗的效果 所以有兴趣的 各位就可以点击影片 SUMER的连结去看看啰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酷奇 欢迎收看美国时间10月27号 由勇士对战国王的勇士战爆 比赛前5分钟 双方并没有展现太多进攻的战术 而是一场上球员随机应变 跟随球队体系的半场进攻 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卢尼多次精彩的护框防守 让国王的SUMER无法顺利得分 而状况从去年季后赛 一路下滑到今年的HERTER 在这5分钟持续投不进 过往能投进的外线 加上本场骤减的上场时间 他确实很有可能会被移出轮值 反观勇士多次透过交叉掩护和空手走位得到分数 展现扎实的体系基底还有酷有引力的强大 只可惜在Murray跟Bronze 极起直追的两颗外线下 勇士并没有领先太多分数 6分20秒 勇士的ATO看起来是要打一波牛角Flair战术 让Wikings持球跟右侧牛角位的Kurry打挡拆后 Kurry在走Sharish设置的FlairScreen 结果Kurry已经跑出空档,Wikings却直接出手中距离没进 战术算是失败首场 首先后半端,Luni回到板凳改由Sharish上场后 Savonus的影响力也逐渐变大 都是在湖顶扎实的掩护 都让勇士防守者无可奈何 甚至在5分50秒 Savonus在禁区扎实的卡住Sharish 直接为Fox轻开切入动线 当Wikings被过掉后就是轻松的上篮得分 10分多钟 Savonus这波挡拆弱硬的2加1更是5人可挡 幸亏勇士进攻在稍稍停滞后迅速恢复 Moodi终于展现出跑位后的Pull-Up能力 这波走湖顶手地守候的接球 在往前运营下出手中距离相当流畅 正是我在休赛季提过他希望能多打的方式 手节3分多钟 勇士的2-1Nash Pistol也让国王换防失误 给了Sharish500线空档 只不过Savonus的影响力依旧 像是3分钟这波防守 Savonus和Monk的双人搭配 加上Savonus关键的RAWIN 和Sasha的底线空切让勇士防守轮转大乱 最终被Sasha跑出空档投进3分球 而在Savonus下场休息时 国王则换上Fox开始在勇士禁区逛节得分 甚至在第一节结束前 吃掉了Kuminga投进3分球 帮助国王拉开分叉 其实勇士对战期间也并非没有得分机会 毕竟国王防守轮转很明显出现了一些瑕疵 可以发现Sharish和Payton都有不少持的外线空档 但是他们却都把握不了 这种情况延续到第二节 Fox依旧无人可挡的输出 甚至还秀了一手Magee空中作战的能力 而勇士输出端则陷入泥沼 我认为多少跟这组二阵想要打船切体系有点关系 毕竟持球的Paul只能当作发牌手 Kuminga和Payton也都不是擅长空切跑外线空档的球员 所以国王只要限制Thompson就能掐住勇士的进攻 或许释放一点球权让Paul去打档拆 整体进攻会变得比较有弹性 最后勇士的落后分采在Payton防守失误下正是超过双位数 Steve Kerr也顺势喊着暂停 暂停结束后幸亏McGee还在场上 成为勇士追分的利多 McGee在暂停后的第一波防守就没能守住Wiggins 第二波McGee甚至直接挡到队友给了Looney轻松空切接球得分的机会 但是下一波Wiggins和Looney没有配合好 Wiggins还以为Looney已经宅在身后 所以采取ICE站位 但其实McGee的挡猜都还没有到 所以直接给了Fox切入的路线 Muddy不得已只能停下来补防 却因而给了Monk空挡得分 正常状况应该是像8分钟这波防守 Thompson意识到对手上挡猜 所以侧身手ICE搭配Looney形成一个口袋陷阱 洛边队友则内缩协防Sabonus 让Monk没有太多进攻选择 最后被Looney拦截传球 一波精彩的防守也能带动防守反击 让Curry完成二加一的上篮 分彩也逐渐缩小 第二节中段勇士尝试拿3-2区连防来防守 但是第一波被Sabonus硬解 第二波虽然守城 但其实整个轮转是混乱的 第三波则是Moody的轮转 慢了一拍被Murray投进3分球 第二节后半段双方进攻节奏打得稍嫌混乱 两边也都不断出现失误给对手得分机会 进攻段约屡投不进 导致分差始终维持在5分上下 但打破僵局的是1分半这波西班牙挡猜 后在持球时就比出了战术暗号 双手握拳敲击 这次勇士对西班牙挡猜的暗号 不过Kurry却因为被Dorote挡住路线 没能执行被挡 让Paul没能甩开Sabonus的追防 但是却阴错阳差让Murray内缩协防 被Paul瞬间找到抵角空挡的Payton 投进了3分球 虽然后续Sharic依旧抵挡不了Sabonus 被打进2加1 但Paul展现了一手中距离 外加最后Kurry指挥的拳头战术 让国王的Mitro和Murray产生换防失误 一旁的Mike Brown弃的是直跺脚 即使Browns迅速补防 但还是被Thompson找到抵角的Kuminga投进3分球 让勇士能带着3分领先到下半场 第三节前4分钟 剧情演变成Kurry一人独挑国王全队的戏码 Thompson、Paul、Wiggins、Looney都得不了分 只有Kurry一人独得8分 勉强把Fox、The Bonus和Murray的得分给抵消掉 幸亏国王也投丢了几球空挡 否则分数早就被逆转 第三节7分55秒 Paul再次扣了西班牙挡猜 但Kurry却没有意识到 Wiggins跟Kurry在旁边都告诉他要打西班牙挡猜 但是这波进攻却在Looney的非法掩护下 夹安而止 但是这并未阻止Kurry在第三节的标分秀 国王后续还是阻止不了这个家伙得分 仿佛看见上赛季首轮季后赛G7 Kurry身正在投进了一颗不可思议的4分打 外加Wiggins、Thompson和Kuminga的火力资源 勇士第三节一波流 再次出现 把领先分叉扩大到双位数 值得开心的是在Kurry下场休息后 由Paul控球的二阵依旧能持续拉开分叉 2分半中依旧是无人边挡猜搭配Double Loop 让Thompson能透过假动作拉开空间投进中距离 紧接着是Paul持球能力的展现 透过两波挡猜拉扯光防线 再透过假动作甩开Magee 吸引负责Mudi的Sasha 再顺势传给有了控党的Mudi 投进了3分球 而下一波Mudi的防守超捷更是带动了反击 让Thompson投进快攻3分球 延续了三节一波流 把分叉拉开到15分 第三节最后55秒这波进攻 当Mudi拿到球时只剩下6秒 但是他却很有耐心的用后侧拉开投篮空间 并假动作吸引Fox起跳 再稍微向前请躲开Fox的干扰 命中单节第二颗3分球 帮助勇士把分叉扩大到18分 第四节前半段勇士依旧能维持15分以上领先 其中比较值得拿出来说的是 由Paul带领的二阵终于不像第二节那样硬打的船签 而是打了更多简单暴力的挡猜 8分整Paul跟Shark的高位挡猜 Paul快速运球突破到禁区 并连续透过身体卡出自己的投篮空间得到2分 下一波7分半 底脚的Wiggins原本要上前和Paul交叉掩护 结果却忽然向落车切 墙边瞬间变成了无人边 能让Paul顺势发挥持球的影响力 跟Shark打出配合轻松得分 下一波可以发现又是Wiggins上前掩护 在忽然变相切走 而这次也制造出国王的换防失误 Shark也有找到底脚空挡的Kumiga 可惜Kumiga没有出手 反而形成一波失误 其实Wiggins这套简单的找攻起手 是有不少进攻选择 前面已经示范了两种 第三种则是出现在第二集的5分50秒 Wiggins一过半场就把Kerry做个掩护 随即向罚球线走位K全秀 可惜没人投进 正当我以为比赛就要在勇士领先双位数结束时 Thomson这季底线罚球的失误 被Fox投进3分球之后 比赛走向就开始不太对劲了 果不其然勇士永远不会让人失望 紧接着Thomson的进攻犯规 再次给了国王球权 就连控球一向很稳的Po也出现失误 导致第四集已经轰下13分的Fox 再次轰进一颗3分球 把分差缩小到可追赶的8分 Wiggins没进的空挡 Fox犀利的切入拉杆上篮 Fox的精彩防守 让全场的国王球迷拦起一线生机 Gold 1球场也活了过来 不过在勇士指点线5分的情况下 国王在最后3分钟特别让Subonus 防守Wiggins的队位被Curry抓出来利用 国王应该是想让补鞋防更快的Bruns 去守没有太多得分威胁的Luni 所以让Subonus去队位Wiggins 结果Curry健壮告诉队友和教练 要反利用这一点让Wiggins和自己打幽灵挡拆 试图利用Subonus较慢的速度 抓一波时间差来进攻 只是没想到Dorote和Subonus就这样跟着Wiggins过去 罕见的让Curry无人防守 投进了稳定军型的关键三分球 比赛也因此顺利收官下来 不得不说本场能赢有80%都是因为Curry 不论是上半场占了全队三分之一的得分 还是第三节单节的16分 以及第四节关键三分球的领机应变 全都来自于Curry的贡献 当然除了Curry本场其他球员也没有做太多措施 几乎每个人都有所贡献 包括准度回归的Thompson 我知道有不少人因为热身赛的表现 加上合约的问题 导致部分泳迷逐渐组织汤沙队 但Thompson对于勇士体系的重要不言而喻 毕竟除了Curry没有人能担任跑位射手 这不是Kominga、Moody现阶段 甚至是未来能取代的定位 因此在不讨论薪赛大小的前提下 我绝对是支持留下Thompson的 本场Moody再次绞出部署的表现 即使得分不比前一场 但我却更加满意本场的Moody 因为他在这场的出手都变得更加果断且有信心 甚至出现我之前在秀赛季影片提过的 能像Thompson那样运营下 拉开空间在出手的方式命中了两球 甚至还有一球是有耐心的后侧甲农桌 骗Fox起跳后的三分球 不得不说Moody开季的表现确实惊艳到我 最后再提一下Paul 不得不称赞他的传球视野非常优秀 能无缝成为勇士体系的发牌手 近两场总共传出21次出攻 而且只有4次失误 甚至在本场还展现了一些持球的影响力 即使他的投篮准入在近两场只有33% 但关键时刻的中距离投射还是蛮稳定的 不过我还是得说 要看他能否真正的融入 还是得等到进攻端定位重叠的Green归队后 才能见真章了 好啦 勇士终于收下本季第一场胜利了 而且在客场的胜利更显得难能可贵 不过说一句泼冷水的 目前勇士还有Paul跟Green的香荣问题有待查证 还有还没找出 如果Curry表现不好或不在场时的营球方程式 否则戒时依旧会回到 求给Curry的老鹿 好啦 本集勇士战报就说到这边了 我是Cucci 我们下一次见啦 拜拜